彰化警方十五號凌晨 執行巡邏請務時 發現一輛轎車 居然掛著世界車牌 立即要上前盤查 沒想到車內駕駛 發現情況不對 不僅沒有停下車 反而還加速奔馳 警方第一時間聯絡警網支援 並保持適當距離 小心翼翼的跟在後方 原本準備和支援警力 來個前後包夾 沒想到嫌犯逃了 約十七點四公里 發生自撞電竿意外 車頭整個撞爛 所信人只有輕微擦錯傷 沒有大礙 當場被員警壓制在地 警察身份發現 是一名違反鑰匙法通緝犯 將他依法帶回偵辦 還從他的車內搜出 一級毒品海洛櫻兩包 約十九點二公克 訊後易毒品和切到等罪嫌 移送彰化地檢署偵辦 而整個追捕過程 也沒有波及到其他用路人 平安落幕